這種人我是最不喜歡的 最合的 天蠍座 那我可能就還會有其他人 我現在都很佛系 我很佛系 但我知道會不會教不到啊 我知道會不會教不到啊 嗨哈囉 嗨妳好 我今天呢 主題就是星座男來化妝 嗯 然後我們就是會收集網友 對這個星座男來化妝 男來化妝也會用你這樣子 好 今天你是什麼星座的 我是獅子座 有一個曖昧了就不會再去跟別人亂搞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化妝吧 好 首先呢 化妝水 天蠍座是一個透亮感妝的 那我馬上聽哩喔 嗯 網友說呢 獅子座總是有很多線 是真的嗎 很多線 就是 你不會同時跟一個人搞曖昧 你不會同時跟一個人搞曖昧 有一個曖昧的就不會再去跟別人亂搞 真的啦 你是我唯一 可能你會有很多備胎之類的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我有一個曖昧對象 我確定說他 有機會交往的話 我基本上就不會再去找別人 除非說他給我的感覺是 我好像 不是很確定能跟他交往 那我可能就還會有其他人 對於是說 最容易心動的方式是什麼 最容易心動的方式喔 最重要的應該還是就是那個人他 懂你然後會 對你很體貼吧 不管是誰他都一定 就是一定都會看外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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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好啦 80% 80%好像太高 70 70% 你現在要問的是 毛孔嗎 以前 你覺得是毛孔 對我剛剛有感覺到那個毛孔 有一點 縮起來的感覺 獅子座的人都很強勢 而且是一點就可以看出來 沒有 這個真的沒有 沒有 No No 觀眾朋友沒有 我會去跟人家溝通 是不是 完全不強勢 真的 不強勢 欸我其實真的有覺得 有一些獅座朋友還蠻強勢的 這是真的啦 真的有真的有 獅子也有分 非洲獅子 梅州獅子 不一樣地方獅子都有好不好 不是每個獅子都一樣 不是每個獅子都一樣 如果要不讓你消失 最好的嗎 喔 等一下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一定要認錯 拉不下臉去跟人家道歉 這種人我是最不喜歡的 我覺得你既然做錯 你就是要勇於承認錯誤 跟哪個星座最不合 我跟哪個星座最不合嗎 天秤座 蛤 我跟天秤座會聊天 但是雖然我跟他會聊得很順暢 不過就是會覺得哪邊怪怪的 哪邊隔閡 有一種隔閡存在你知道嗎 就是他不是說 他不是說難相處 應該說他的個性很難捉摸 你覺得最合的 最合的 最合的 天蠍座 天蠍座 我身邊的好朋友都是天蠍座的 那我可能就跟一個人搭到話 然後就欸怎麼會一直聊 一直聊一直有話聊 而且完全 完全不會覺得說 我彼此都是第一次見面這樣子 然後就問說 欸你什麼星座啊 然後我就 我就跟他講我獅子 然後我就說 我來猜你的星座 天蠍座對不對 他說 對你怎麼知道 真的 天蠍座真的很棒 我很喜歡天蠍座 就是 自認的 不錯欸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顏色還不錯 那種橘紅 橘紅 看起來橘紅 但是其實還蠻符合 嘴唇的顏色的 對啊 你覺得試錯缺點的時候 可以講得到嗎 試錯缺點喔 試錯多情吧 就是你可能會 覺得說 那個人是不是 喜歡我還是怎樣怎樣 就是 面對愛情方面的時候 你會 你會有那種錯覺 就是以為說 你感覺好像跟他 有機會發展 結果並沒有 還有一個啦 心太軟了 心太軟了 嗯 我覺得我很容易心軟 所以每次遇到那種 吵架的問題 自己先低頭 自己先低頭 就是 就是 有一點 就是真的像朋友講的 就是 他明明就根本沒有 對你有那種 要交往的意思 那幹嘛這樣一直爛好人 要這樣子去熱臉貼人屁股 我現在都很佛系 我很佛系 但我知道會不會交不到啊 我知道會不會交不到啊 一句話來組織的獅子座 蛤 我很想要講自卑耶 就是可能 就是常常會覺得說 是不是我自己哪裡不夠好 我獅子座 我雖然自卑 但我有自信 還有報復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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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